为什么在牛仔的弹踢腿当中 咱们的主力腿吸不起来 第一点是因为你的主力腿 没有主动的向上向后发力 主力腿发力就 好 发力是不是就吸起来了 好 第二点再踢出去一次 一 刘梅敦彦是这样子的 一 为什么身体位置会向后躺 因为上半身没有在前控制住 核心没有收紧 你的身体位置在这 你的腿怎么可能吸得起来 你的上半身必须要持续性的 跟你的大腿保持连接 在前脚上的重心 你走他也走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吸得起来 好 总结一下 第一 主力腿发力 第二是上半身的重心 保持在你的前脚的脚掌上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吗 伦巴圆地律动中 为什么会出现膝盖向外快 内侧加不住的这个问题 好 两个问题点 第一 大腿内侧没有加紧摩擦 走 踩地摩擦出膝盖 好 第二点 膝盖的方向没有进行控制 做你的主力腿没有管你的动力腿 你的动力腿膝盖要怎么样 踩地膝盖应该像血 对了 你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伦巴圆地律动中 为什么会出现膝盖向外快 内侧加不住的这个问题 好 两个问题点 第一 大腿内侧没有加紧摩擦 走 踩地摩擦出膝盖 好 第二点 膝盖的方向没有进行控制 做你的主力腿没有管你的动力腿 你的动力腿膝盖要怎么样 踩地膝盖应该像血 对了 你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